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将会提告 而对此呢 陈柏惟他有最新回应 我们听他怎么说 我想只有事实能够让台湾更好 那这一阵子铺天盖地 有太多的抹黑跟造谣 那不论未来 时间 时代怎么进步 然后这个政治怎么轮转 我想诚实的政治 还是对台湾最好的处理方式 所以要谢谢我们党主席 陈一齐愿意站出来 那对这样子铺天盖地的抹黑来提告 那我会继续专注于 所有 包含在中央地方 能够让台湾更好的事务工作 那这个 希望这样子的造谣的这种政治攻击 可以造一段落 旁部听到陈柏惟他除了感谢激进党 党主席愿意出面为他发声之外呢 他也说了这种造谣的政治攻击 实在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